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者是道德选择 或者是种族式阶级 或者是我们渴求的靠近 我们希望能够拥有某一个人 某一份感情 我们希望得到祝福 那个都是共同的 因此酒丹归酒丹 但是我们读另外的爱情故事 还是可以从酒的味道里面 去品尝出 或者是苦涩的 或者是令人回惠无穷的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今天天性不会取悦大家 天性是一个笨拙的人 可是呢 所以我不会讲甜美的爱情 我刚刚跟来开场的这个 这个计划小达说 怎么办我不会讲甜美的爱情 他说没问题的 甜美的爱情没什么好讲的 要讲的是畸形的爱情 好吧 那我们就要开始了 你看他最为人所知的就是 是他撑着他的下额抽烟的那个样子 他的那一双很清晨透明的眼睛 他永远是用这样子的眼光在看外在的世界 为什么 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 他15岁就有风湿热 那甚至之前很多的文献上面写 他有红斑姓郎昌 那可是他又是一个 5岁的时候就被家里送去学钢琴 但是他到了20岁 要到朱利亚音乐学院去学音乐的时候 却因为家里缴不住学费 所以他一天都没有去上过课 可是他进到了纽约的那个圈子之后 认识了很多的文人 开始的他另外的一个才能就是写作 为什么他说对他而言写作是在寻找神的存在 而神是什么 神是真理 神是信仰 神是爱 与其说是寻找神 或者就是他在寻找他的信仰跟他的爱 那看到上面这两张就是麦卡勒斯的 相对年轻的时候的照片 那下面这一张有一点不一样 这个人是谁 也是一个风靡的三十几年的 这个民谣歌手叫做苏珊维格 他向麦卡勒斯致敬 也就是说麦卡勒斯在美国 不管是文学界或音乐界 电影界 艺术界都是一个灵感的来源 他的音乐 就是他为了向他致敬而自编自导的一个 这个舞台剧在外表会上映 就是卡森麦卡勒斯谈论爱情 为什么 因为爱情是他一个很大的主题 那甚至在去年他还把这个舞台剧 改成了他的专辑 并且就是释出了这个单曲 叫做《我的我们》 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生意呢 就是到底爱人与被爱 为什么他的专辑要取成爱人与被爱 我们等一下可以接下来看 这个就是麦卡勒斯他的文学地图 右边这个红色这一块就是乔治亚州 那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美国版图里面的东南的地区 那他的首府 乔治亚州的首府是亚特兰大 所以他的故事基本上就跟 我们等一下要介绍的 不管是爱丽丝梦洛 他的所有的作品会集中在 他的家乡安大略神 一样的麦卡勒斯只写 不管他人在巴黎或者在哪里 他只写乔治亚州所发生的事 而乔治亚州有太多太多美国的荒凉的小镇 这些小镇是闭塞的 是几乎与外界断绝的 那这些人的关系这么紧密 然后他们的前途到底是在哪里 他们如果到了外面去 他们要追求的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未来 因此他的麦卡勒斯的文学 基本上都围绕在这些主轴上面 去书写或者是发展 那他的代表作很多 尤其是这个心事孤独的猎手 金色眼睛的印象 婚礼的成员 那《伤心咖啡馆之歌》 是一个中短篇的小说 今天要介绍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只能把这样子的故事 就是跟大家分享 那我非常非常的推荐 像这些几乎都拍成电影过 那我非常推荐心事孤独的猎手 他也是在探讨 就是即使是主角是一个聋哑的人士 他只会手语 他几乎沉默寡言 因为不是沉默寡言 他几乎无法对外面沟通 那他如何去表现他对人的爱 以及他如何去接受别人的爱 非常非常的动人 那这个就是台湾几乎很少 就是麦卡勒斯的作品 只有刚刚的那个 《新世孤独的猎手》 以及《伤心咖啡馆之歌》 那如果大家还有兴趣 想要看他别的作品的话 那就要找到简体字版 而我自己读的 《伤心咖啡馆之歌》 就是简体字版 那他因为描写这些边缘的畸形的 在碧色的乡村小镇里面 没有任何出路的这一些人 而有了一个对于生命的形态的另外一个展现 因此他的声名很高 尤其像葛雷安·葛林 他也是一个就是伟大的 应该他未来会被列为 是另外一个伟大的作家 他对他的评价 说他是一个具有高度诗意敏感的这个小说家 OK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几个评价来看 这是《伤心咖啡馆之歌》的版本 英文版 然后简体字版跟中文版 那为了中文版的出版 这是大田出版社出版的中文英女士 还拍了一个MV 但是我怎么下载都没有办法 可能他已经过期了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YouTube上面看 那《伤心咖啡馆之歌》呢 就是一个简而言之 就是一段怪诞的三角恋爱 而且是一个全舞行 全舞行 全舞 反正是一个打斗片 就是大打出手 而且是两个身高187公分的这种魁梧的人 最后有一场决战 这一场决斗呢 到底谁胜谁负 而且为什么会有这一场决胜 就是登场人物非常地简单 只有一个全镇最有钱的 这种事前如命的一个女汉子 她就是身高187.75公分 体重呢72.5公斤 当然书上写的都是那个英文的这个磅跟尺 她是六尺三寸高 那艾米丽娜小姐 她为什么这么有钱 因为她父亲留给她一家类似杂货店 里面卖了很多的穀物啦 饲料啦或者是蜂蜜等等 那同时呢 她那样的酒 不知道为什么 她那样的酒是全镇里面最好最好的酒 然后她又是镇上的一个大夫跟医生 她非常喜欢帮受到割伤啦或者是裂伤啦 反正各种各样的伤的正名们 治病 但是她唯一没有办法 唯一没有办法治的就是妇女病 她只要听到妇女病这三个字 她就满脸通红 就觉得这是一个羞耻的 然后无法面对的一个情况 那她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这样子的艾米莉亚小姐 她在她12岁的时候 她就已经长到一百 将近一百九十公分了 然后几乎像这样的存在对于正名来说 是内心里面是会产生一点点悲哀 一点点同情 可是呢又不好 把她的悲哀跟同情 直接表现在这个怪异的小女孩身上 那于是这个她又高又壮 然后她的肤色有黑 她最大的习惯就是 不时的用她的左手去摸她右手的手背 因为她在视她的肌肉 有多么的结实 所以她大概就是真的是 她会做各式各样的出活 就是她 而且任何有钱的生意 她都绝对不会放过 还有更重要一点是 她人生唯一的兴趣乐趣 不只是兴趣而且是乐趣 还不是治病 是跟李敖一样喜欢跟人家打官司 透过跟别人打官司的这个过程 不管是她拿到了一些诉讼金 或者是别人要陪她 就是书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 很有意思的抑郁跟形容 比如说艾米丽娜小姐 是令人讨厌到一个什么机车 就是她即使走在马路上被石头磕了然后跌倒了 她也要左右看看有谁是她可以去控告的对象 是这样一个讨人厌的家伙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她能够到底谁会看到她 谁会看上她 而且看上她的这个人还整整的迷恋了她 跟踪了她两年 而且为了这个艾米丽娜小姐 这个全镇最俊美的这个坏胚子 马文马希 是非常可怜的 她的父母是完全没有资格做父母的 就是类似那种嬉皮的人物 他们在纺织厂工作 胖胖胖胖生了七个小孩 这些小孩呢 都是把她当成 他们一下班回到家 就好像看到了七堆垃圾在她的屋子里面 那因此 等到纺织厂因为经济萧条而关门的时候 这两个父母就逃了 逃了把所有的孩子留下来 其中有三个 因为他们还是白种人 所以镇上的人不会认白种的孤儿 在那里流浪 所以搜留了 可是有三四个 很快就饿死 留下为二的两个孩子 就是马文马希跟他的弟弟 然后马文马希是坏到什么程度 是他会为了一些小事情 跟别人打架 然后他手上有一把很锋利的一个 就是匕首 他会 他有长年的时间 他的兜里面 他的口袋里面是 他曾经刺死过的某一个人的对象 割下来的一对耳朵 用盐把它腌制起来 每次都拿出来 我看到有些人都要昏了 就是他每次会拿出来欣赏的 然后他最糟糕的地方 他品性坏到什么程度 是因为 所有镇上不管是坏人家的 不能这样讲 就是说品性比较不好的坏女孩 或者是善良的好女孩 全部被他糟蹋光了 而这样的马文马希却毫无保留 而且是在完全不知什么情况下 他爱上了艾米利亚小姐 他跟前跟后 他望着艾米利亚小姐的眼睛里面是一团迷蒙的 迷蒙的仰慕 而他为了要让艾米利亚小姐辛劳的 然后每天从早上清晨四点就起来开始做活的 这个艾米利亚小姐能够看她一眼 因此她也变得去上教堂了 去跟上帝握手了 可是即使这样子 她有一天 她去跟艾米利亚小姐结婚 艾米利亚小姐答应了 答应之后去教堂行过婚礼之后 几乎镇上所有的小孩 那天晚上都聚集在他们 就是艾米利亚小姐父亲留下来的那栋房子 那栋房子的窗外去看发生了什么事 整整三天三夜 新娘不让新郎上床 然后新郎苦闷到无以复加 她做了两件蠢事 第一件蠢事是去另外的大城市 去买一大堆的礼物回来给艾米利亚小姐 其中有戒指 有什么衣物 有一些比如说请具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包糖果 艾米利亚小姐二话不说先吃了糖 因为她肚子饿了 其他就放在她自己的店里开始销售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马西完全无法理解 所以她第二个举动 我说做了第二个荒谬的举动 就是去找律师来把她的财产全部签给 送给艾米利亚小姐 但是艾米利亚小姐完全不为所动 有一天她们两个发生纠纷 于是她就把马文马西撵出了家门 这段婚姻维持了十天 有一天八月的一个深夜 五月的时候 一群人在她们的店里面 因为太热了 所以买一些饮料来喝 可是五月的时候只剩下三四个人 还留点忘返的时候 突然看到远远来了一个一坨东西 那有人就说是一个小牛 有人说是一个小孩 有人说反正anyway来了一个坨子 这个坨子他就说自称她是艾米利亚小姐的远亲 拿出一张完全无法分辨的五六岁的小女孩的照片 说坨子李蒙表哥说她的同父异母的母亲 是艾米利亚小姐的母亲的表妹 从此李蒙表哥留了下来 非常奇怪的 一毛不拔的 要喝她一滴酒 简直就是史无前例的事情 但是艾米利亚小姐 不但让李蒙表哥进去她的店里面 享受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 同时让她上了 一般人绝对无法上去的 他们的房子的二楼 二楼有三个房间 中间是客厅 一间是她父亲的房间 一间是艾米利亚小姐的房间 而李蒙表哥却可以住进她父亲的房间 艾米利亚的一举一动 在所有的正名眼里都是觉得匪夷所思的 因为她的眼睛如同当年的马文马希看她 充满对李蒙表哥的朦胧的爱意 各位先生女士 爱是怎么回事 这样子爱到底是怎么回事